來 那麼我們現在介紹 我們現在即將進行討論的公投法 公投法的一個修正草案 那我們介紹今天與會的 列席的官員 中央選舉委員會李主任委員 內政部陳政務次長 法務部蔡檢察官 還有中選會的陳復主任委員 好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 我們先看 大家 我們看 第 就是今天的第五 就是 第五十五 委第五十五 第九條 修正條文第九條 第九條 那麼修正條文第九條 好 呃 這個是 呃 講 講 解安委員的修正條文 要不要請提案人說明一下 對 李軍議委員 好來請 我來幫忙說明一下 第九條 講解安委員的版本 總共七個條文 三個重點 那其中有關第九條的部分 主要是身分證 影本的部分 那身分證 影本原來的概念是 避免偽造 那去年的三個例子 加上最近沒有通過第一階段的 張立善的這個賣療案的例子 都是偽造非常多啦 偽造非常多 所以避免這個 我們原來提出 身分證 正版影本 那為了避免困擾 而且我們要朝向電子化的這個連署 電子連署來 邁進 那這個部分 現在我們的了解是 剩下資安測試的問題 那未來用這樣的方式 可以協助大家比較容易 來 來 來這個做公民投票的連署 所以第九條的部分 其實我們有提用修正動議 跟再修正動議 現在要改的部分 只有這個 一個文字上的 沒有 沒有 沒有改的 第九條是沒有改的 第九條是沒有修正的 來 我唸一下 第九條只有第一項 第一項主文應該解明清楚客觀中立 理由書之採明及立場應與主文一致 主文與理由書之文字用詞 指數計算與把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我們修正這個部分而已 所以第幾條 身份證的部分我們已經測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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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報告 這個指數的部分還是維持100字是不是 對 那你後面那個第四項 那邊講了什麼 指數計算的意思是說 要不要怎麼樣算100字 是不是 是這樣的意思是不是 沒有錯 就是技術面 比如說 冒號 頓號 這個算不算一個字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還有就是他們的認定程序等等的那些 現在沒有嗎 現在是怎麼樣呢 現在你跟原版本可以對照 現在 現在沒有 現在完全沒有 那請問中選會現在是怎麼認定 中選會針對 字數 字數是怎麼認定 比如說現在的100字是怎麼認定 好來 請 誰來收明 官員長報告 我們現在就是 不包括標點5號是100字 至於它是不是 具體客觀那一部分是還沒有定標準的 都是按照兩公約的那個 那個相關的一個說 就要客觀衝力 來做一個處理 好來 怎麼樣 第九條已經把身份證拿掉 現在都是細節了啦 對 來 那現在既然它實際的做法 它是不包括標點符號100字 那你以後如果這個沒 這個你變成現在字數計算 這個另外定制 你會變成包括標點符號100字 的話 會不會變成說你要把你的意思講清楚這件事情 會有一點點困難 是不是這樣子 應該是說 應該是誤會了 現行實務 是不包括標點符號 那我們如果把它明確化之後 以後就是在辦法裡頭直接載明 不包括標點符號 是這個意思 它這裡面只有文字計算而已 沒有標點符號 最重要的是文字計算把它清楚明確之後 那隨後主文跟理由書 是不是一致 是不是符合 現在威尼斯文會的規範 那我們就有了一個法規命令做依據 那這樣子在整個這個行政審查 在審查的一個過程中 能夠整理明確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會要求你 在立法理由裡面說明清楚 這個字數 不能包括 這個就是 本來就沒有 可以沒關係 我們在那個 立法理由書把它講清楚 標點符號是不計算在內 因為很多填的表格 因為它是有表格 包括什麼 冒號 掛號 因為我們填很多 現在也沒有標點符號 沒有啦 他現在就是說 不放心 要叫他說在立法理由 不是在法令裡面 他那 記者上會寫的 你在改立法理由 很奇怪 一晚以後是 那個理由怎麼是標點符號 我補充一下 我補充一下 好來 請 其實第一項 那本來這個標點符號 就沒有計算在內 這只是說明清楚 就是我們採用歐洲議會 會議的這個相關的規定 那個標點符號 就沒有計算在內 然後 相關的辦法 本來中小會就會自行處理 所以這裡其實就是非常清楚的規定 我們只計算文字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其實 在立法理由 也沒有必要再特別再說明 這個已經講得非常非常簡單 而清楚 那 身分證拿掉 我知道 我知道國民黨在意的是什麼 那身分證 既然拿掉了 那這個應該是技術性的問題 也非常清楚明白 所以這個我是建議不必再兼職 嘿咧 我跟大家做一個補充說明 這裡面的文字計算 就是只有文字而已了 你在理由說明舒緩的怪怪的 只有文字而 因為以前沒有 民黨 沒有 在立法裡面明確規定 所以大家有爭議 標點符號算不算 要不要在一百首一百個字之內 現在很明確就是 只有文字才算 你問號冒號 道號什麼 都不算 就是文字而已 你 立法理由說 啊這些 道點不要 啊本來文字就只有文字計算了 文字是 文字 標點符號是標點符號不一樣 那不一定 我們自己填的 我們要去登記要選舉的時候 他有寫學經歷 有沒有 那個標點符號都不算 那個什麼 有啦那個都算進去啦 啊現在就是 連那個證件 證件它只能登多少 你自己 所以現在就是把它 寫得清楚就是 只有文字才有算 字數才有算 字數才有算 啊可以啦 這個 這個太明顯了 還清楚了 字數 啊這個現在這個是公開的 而且這個都有記錄的啊 現在講 中學會講這麼清楚 那大家黨團也釐清楚 而且這個都是納入公報紀錄 只有字文字才有算 啊這也是寫文字 啊對啊字數才計算 所以我覺得第九條應該 身份證拿掉 這個是細節啦 好可以 好來請 正位 當時啊 講解案這版本呢 原來民進黨非常的堅持 就希望 設立這麼重大的障礙 就是要減覆深圳的 正反的原本 那現在外界反對之後 剛剛 嗯 相關同仁講的理由 是說 很快會推動電子連署 對不對 那我想問 中選會 電子連署什麼時候 可以上路 什麼時候可以 讓公投 的連署可以電子化 來要不要說明一下 來 好 我們先請中規處的高處長說一下 謝謝 各位委員 綜合規劃處報告 有關於我們電子連署 它的系統已經建置完成 然後它系統本身的自然已經測試完 那現在就是針對 整個 使用的資安環境在 在做這個 這個資安的檢測 對 資安測試 對 因為一定要確定 資安5以後才會上限 其實這個是 在付啊 你中選會 要不要推動啦 你這個資安 你像銀行 那些FEDI 這是大筆金錢在 在傳輸都沒有問題啊 你假的真的想做 很快就可以做啦 所以我想問 今年的 能不能實施 今年年底前 有沒有辦法達成 就用 改成電子連署 有沒有辦法 好來 請說明 好 我們知道大家都很關心這個問題 其實中選會推動電子連署 這個方向 一直都沒有改變 那為什麼今天我們特別提到 我現在不敢說 時間點 我要說一個條件 因為資安的問題 是大家所共同關心的 所以 資安的測試 已經是到最後的階段 差不多了 最後的階段 只要這個資安的測試 通過之後 我們馬上就可以上限 謝謝主委 你上任來 其實 我覺得 你擺了人家立場 就 其實很 很憂慮啦 那你能不能把它做一件事情 說證明 你是專業 你是客外做這件事情 你把電子連署 當作你第一件事情 你已經測試到最後階段嘛 那其實你只是你 政策上 要不要做而已啦 我希望你 能不能給個時間 來我們講一下好了 好來請客委員 請客委員 我想大家 對於公投不要一直污名化 我們就是 經過一些公投 這麼十幾年來 公投在2004年 開始公告 那公投前面走了10年 1993年就開始 所以好不容易有這個公投 這個制度 以及民主成果 我們是希望大家 都是 敞開心情來看這個事情 開他們走道路 所以在這個部分 過去蔣庭安委員 原本有深圳 我們主動把它拿掉 那是一個月前提的 那我們今天有提一個附帶結議 請大家看一下 建行中選會 中選會 於完成治安測試後 若無治安的疑義 禁訴 應禁訴 實施全國性電營訴 這個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第二個附帶結議 建行中選會 因為 因為 採其他國家的制度 設計 研議如何 防止情活性公投 西委 西委連署的配套措施 我們現在很多 後來要給中選會 一個很大的壓力說 你朝政方向要做快一點 我相信新的主委 他也是 也是 他絕對是很希望趕快完成嘛 這也是他的一個任務 如果 政委 能不能 如果覺得 電子連署是非常重要 你們也可以提一個附帶結議來處理啦 要求 中選會 他們也可以提啊 你們也可以要求啊 而且最主要 主席對不起 而且最主要那個 資安測試 是資安國安單位在測試嗎 不是中選會自己測試啦 是中選會要接受測試 還有其他相關的 銜接的部門 譬如說護政單位等等 全部都要接受測試啦 那據聞就是說 進度已經相當到最後一個階段了 所以我們 就有那個信心 說當我們通過決議 你謹速 謹速實施的話 我們是 不會自打嘴巴啦 好 那第九條 我們是不是就照 再講一下好不好 好來請 因為其實 中選會不要來清楚啦 其他世界國家 現在沒有人 幾乎沒有人用紙本在連署啦 連署哪有 我跟你講 好很少嘛 好很少嘛 那你說這種資安 當理由 我剛剛不是講啦 大筆錢亂會 都沒有資安的理由 你連署這個都會理由 我意思是說 能不能 答應 主委 連底以前有沒有問題 這不是中選會不一定的 你這怎麼 這不是什麼重大資安的問題 你這是個資而已吧 沒有問題啦 連底以前有沒有問題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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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底有沒有問題 你已經做錯事 測試到最後了嘛 因為這個資安測試 資安的測試是現在最後階段 對啦 是行政院的資安會 對啊 做一些檢測 做一些檢測 所以過去測試沒問題對不對 有 有發現過問題 有發現 那你現在 還有半年嘛 這測試 這個半年連署不見得是要年底連署 那個來 李委員 我補充說明一下 電子連署這件事情 在原來的公投法裡面就有 然後一直以來 中選會都朝著這個方向在做 那因為這個部分必須跟護益證系統做連結 然後還要做資安測試 資安測試也不是由中選會來做 資安測試現在由行政院的資安處 來做測試 那行政院的資安處你現在要中選會答應 年底可不可以完成 這又不是他們決定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這個方向定得非常清楚 而且剛剛我們總召已經說明了 我們後面還有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就是一定要朝這個方向來走 那現在世界各國這邊都有 其實用紙本來還所在多有 所以還所在多有 你比較認真看一看所有的資料 所以不要用這個理由來閃避公投 這個已經非常先進的方式 而且電子連署是大家希望的方向就朝這個 原來要 身分證以本位要提醒鄭民中委員 原來要身分證以本的理由只有一個嘛 因為有一個政黨就一天到晚的偽造 就是如此而已 喔 那個政黨喔 包括民進黨 就是你啦 就是你啦 就是李俊逸啦 好啦 我們不要在這邊喔 以前你想不想 曾偉我們互相之間 柳西坤那個時候啊 好啦 我們不要再 台灣陸聯啊 死人連署更多啊 這個我們 我們這樣子啦齁 第九條 第九條 好來 請 在有關於我們新增的那個第四項部分 有提到說 集其他相關事項 可以了解一下 集其他相關事項 可能包括哪些嗎 好來 請 因為有提到的是 這個提案很說明 用詞等等嘛 但那個部分 因為是很開放式的 集其他相關事項 我們想必須要確定 它可能的是什麼內容 那個 會不會太開放式了 院長 好來 院長 你這個附帶決議 是要我們現在就要決定嗎 如果是要討論完嗎 這個附帶決議不是現在 等一下我們扁聞 柯總召他說 現在是行政院資安處 那資安處的人要來啊 要不然你提這個 資安處在這裡 不是 喔 不是啦 現在這樣子啦 一件一件來 我們先處理第九條啦 你現在附帶決議 又扯到附帶決議 等一下等一下 我來處理啦 好不好 我們 好 我們 所以因為 我們在討論第九條 那曾委員 有講到電子連署 才會引發到這個題目來 所以我們現在回歸第九條啦 第九條大家覺得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來 再修正動議 大家要看再修正動議 已經把身份證拿掉 剛才已經都講過很多遍了 就是 吳委員所擔心的 字數計算的一百字 那個就不含標點符號 所以我們立法把它寫清楚 來陳委員 你還針對第九條有什麼疑問來 然後主席 院長 各位委員 那個 針對現在的這個 提案 不管是在原來的 蔣委員的提案 跟在修正動議裡面 都有提到第一項 主文應該要解明 應該是怎樣 我要問的就是說 為什麼要加這個東西 是之前公投的這些提案 不夠解明 不夠清楚 不夠客觀嗎 那你如果加了這東西 進去之後 又要客觀中立 那這個東西的判定標準在哪裡 是不是可以請主委說明一下 那如果有人提出來的主文 他怎麼知道說這個是不夠客觀中立 而在這邊如果給他打槍 那怎麼辦 請那個中選會說明 謝謝 好來 那個陳委員 剛才我的回 我的詢問還沒有回答 那你 等一下我們 一併齁 大家問完之後 一併處理好不好 這個 林委員 你等一下我會請他回應 好不好 來陳委員 剛剛 主席各位同仁 那個院長各位同仁 剛剛有提到那個 資安測試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有跟中選會這邊的那個 資安處好像有了解過 其實不單純只是因為這個資安的疑慮 是不是說 你們現在目前也擴大 就是說也擴大使用層面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 中華電信 因為你們簽約應該是今年跟 今年是最後的保固期限的吧 維修期限 今年跟明年 所以如果你今年 年年底來不及上限的話 其實未來要上限可能就有一點難了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說明清楚喔 不單單 對 因為據我們了解 他們自己說資安處是說 你們跟中華電信 今年是最後一年的這個 保固期滿 合約是最後一年 那所以這個部分 合約期滿之後 如果你真的是未來有這個 所謂要上限的這個打算 那今年年底 美國之後要怎麼處理 好 這個部分還是希望你們能夠說明清楚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針對那個第九條的部分喔 清明黨團這邊有增列一個就是說 主管機關 以本條所取得的 鐵案人的名冊的個資的部分 就是說如果他沒有用 檢疫來說 就是你沒有用到 或者是 呃 他沒有任何的收集的特定的目的 其實你使用期滿之後三個月內 就應該把這些名冊銷毀 這個部分是我們 呃 增列的部分啦 就是還是各自保護的這個 的這個想法這樣子 那希望你們能夠支持啦 好 好 那現在有三個重點 要請中選會來說明 第一個是林委員特別提到 剛才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這個其他相關事項是什麼 由主管機關定制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陳委員提到 我們為什麼要特別 講主文因解明清楚 客觀中立 喔 到底這個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要客觀中立 解明清楚 是不是這樣喔 那第三點就是 判斷標準 那第三點就是陳委員 他特別前面提到的大概 大家都知道喔 就是那個電子連署 他的重點在 他要增加一項 就是主管機關在 啊 就是要三個月內 要銷毀刪除 這一些資料 喔 就是公投之後的三個月內 各支你就能銷毀 這三個問題 能不能請中選會看誰來回應 好 我們請法仲處跟重規處分別來報告 跟院長報告 前兩個問題啊 就是因為我們實務上發生的問題啦 就是說他的旅遊書主文啊 有一些錯別是 或者是他有一些用法 這個有問題 那要到底要怎麼處理呢 你是要通知他來改 有時候他是 還沒有提案他就來 還沒有這個提委員會他就來改 有一些是我們請他補證他又來改 所以這有一些程序相關的 怎麼樣處理的程序 要定在這個辦法裡面 好 另外一個就是實務上 因為有一些公投他的提案啊 他比如說啊 為了身體的健康 我們要如何如何 為了我們空氣新鮮等等的 這些有一些是有引導性 不夠客觀中立的 這些這個主文啊 我們都有要求 當事人做一個修正 那目前有一個案子 在法院訴訟當中 他就是說 我們要把超增的稅額 要還稅於民啊 那我們認為這個超增 又有一些不法 或者是負面的這種 這個影響 那法院也支持我們的見解 認為說他這個不夠客觀中立啦 所以我們就乾脆給他定在這裡 就是說 有一個比較標準 大家可以遵循資料 那最後一項啊 你公投之後 三個月之內 能不能把這些資料銷毀 有沒有困難 還是應該做什麼樣的保留 因為公投的名測 包含紙本跟電子嘛 那我們其實在越南裡面 有針對那個 紙本的部分有一個 比方說他必須要在 成案之後 然後或者是投票之後 有有有 還有宣 然後然後 然後或者是說 有限制訴訟還會再延長他一個期限 所以三個 我現在在他翻在比較仔細 因為他有不同的狀況 一個是他成案以後 或者是說他投票完以後 我現在翻到那個仔細的條文 還有如果有訴訟的話 還要再延長幾個月 這也是跟選法法的那個規定一樣 可不可以還是把相信你們的規範讓我們了解 因為我們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說如果你們要使用 就是說 講直接一點就是說 在站在保護個資的一個狀況下 應該是如何要去做一個全面性的一個銷毀 你懂我的意思嗎 那至少你要把你現在期限到底是規範是多久 你還是要讓我了解 這個 你看他的提案內容 你有沒有看到 你要看喔 他特別有提到喔 其收集之特定目的消失 他這個目標就是說 你的目的是什麼 都沒有關係 但是你的目的消失 還是期限借滿 表示說 不管你是 剛才講的 成不成案 然後還是公投之後 反正不成案 你要三個月之內把它銷毀 那資料 這一點 有沒有 有沒有辦法 做到 還是不能 不能做到的原因是什麼 能不能說明 因為你原來我們有了解 你成案的話是一年內嗎 那如果有 任何的其他的部分在 有訴訟的話 就是在看法官來確認 要多久 那我的意思說 這一年內 可不可以把它縮短期間 那你不能縮短 原因是什麼 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要求是三個月嗎 你懂我的意思 你有訴訟 當然就不能消費 他的特定目的消失 就是已經完成了 假設一個公投案 這個公投案已經結束了 通過 以否 已經知道了 那 所有的連署 這些資料 各支 三個月內把它銷毀 我覺得 想一想也不無道理喔 應該是 咦 齁 如果你覺得三個月太短 你提出四個月還是五個月 你應該有一個時間 不然你資料永遠在那裡 也不對啊 過去那些公投資料現在是怎麼處理 這怎麼處理 這怎麼處理 尚捷 刷東來隊 我們現在的紙本就是按照我們那個檔案法的規定 就是在一定期限之後就會 什麼定期是多久 我們現在都是現在的檔案 你看我們有十幾個公投 你看連署那麼的多 你們能夠 而且這個特定目的已經消失了嘛 公投已經結束了嘛 他這個連署已經沒有用了嘛 你留這個只是佔空間而已啊 對因為我們後來就是已經變成檔案 那檔案我們就是按照檔案法 這個連署書會是檔案 我 蛤 好像怪怪的 這個我做一些補充啦 我大概知道實務上會遇到的難題 應該是說委員的這個提議 非常非常的理想 那實務上會遇到的問題是我們去年有公投案 那例如在某些案件上 可能連署人他後來又另外提 訴訟 甚至是向監裁員陳述 他剛才說 這個就不必銷毀嗎 這個叫特定目的還沒有消失嘛 會出 不是 我現在正要解釋的就是這個 沒有沒有 可以回答陳委員的問題 三個月內沒有人處理我們是不是已經銷毀了 結果 結果三個月又一天他提出徵送 那我們又找不到這些資料可以來回覆 所以三個月是不是合理會成為實務上的一個難題啦 所以如果我是你我就銷毀 這樣是你們好做事嗎 你三個月之後你為什麼要三個月之後才來提抗告還是怎麼樣 所以我說 依法銷毀也不會怪你們啊 對 所以說什麼是最適當的期限這個是你們要給我嗎 你如果 如果你中選會覺得三個月的立法是可以接受 那三個月之後人家要來說 這個是法令規定啊 銷毀了啊 對啊 反而好做 你們反而好做 這個有什麼 反而你們 劉那個要做什麼 對啊 還是六個月 來 這應該是要整個配套吧 就是說他如果能夠議議或是說提起訴訟的時間是多久 那你必須是那個時間過後 你不能夠說我還可以再提起議議或訴訟的期間 你就把它銷毀了 那後面就死無對證了啊 所以這裡要整個配套的 所以你們能不能把你們那些 不是那那現在就牽扯到說好 公投案發生爭議 多久可以來要求對公投案來進行訴訟 應該不多吧 啊如果有也是開票之後 覺得就像我們的選舉差幾票 那這個特定目的還沒有消失它就不能消費喔 所以你三個月 我 好我 輸三票 我請求院票 我一定會在三個月之內 實施嘛 不可能我三個月之內 那個有期限嘛 那我三個月之內 我都沒有問題 突然三個月之外 我突然說啊這個公投產生問題 我覺得這個很奇怪啦 好來 來李偉 這個部分喔 我覺得親民黨的建議是合理的啦 好就是特定目的消除的話 對 應該把原來資料要銷毀 不過這要考慮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在我們的各自法裡面 有一個專章 叫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收集 處理及利用 這個會有法律進合的問題 到時候 那個時間多久 他沒有規定時間 好 那第二個部分是 三個月 以我們對訴訟的了解 特別是這種投票的了解 我是建議是不是把它改成半年 好 就是六個月的部分 那如果三個月改六個月 各黨團有沒有意見 這個施送前 施送前的期限 有多久 大概法律長要考慮一下 普通 施送前 檢票都選了隨意 這個 好像我們的選霸法 這個當選無效跟選舉無效 可能是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那這六個月 公投不知道有沒有規定 公投沒有 沒有 目前沒有 現在大家所在意的 不怕是說 這個資料一樣 亂用 不當使用 但基本上 他是在政府的 保存下 這個 益力當然 比較少 那這 假如說 一個case結束 讓他們全部消費 要考慮 整個施送前 請求法律施效的問題 不 只要我們立法 在六個月之內 公投法 的連署 是銷毀的 那社會就知道六個月之外 他就不會要求了啦 這個 本來就是法令規定嘛 哈 怎麼樣 這個 行政院版 原來我們修正的條文 是規定說 一年兩個月 公告不成立 事後 一年兩個月 另外 就是 公民投票案 事為放棄連署 者其提案的名次 而應保管 至 事為放棄連署 之日後 兩年 如果有訴訟的話 就是到訴訟 確定之後三個月 那這個 當然我們再確認一下 這個一年兩個月 兩年要 這個都是參考檔案法 相關的規定 所以我們現在你說 沒有啦 院長 對不起 最主要就是因為 最主要就是因為 我們突然之間 跑出這個條文的建議 但是這個條文 它所涉及相關的法令跟制度 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去盤整 我們就很怕在這裡 如果帥爾就給予一種 這個處理的話 會不會又出現問題啦 院長 院長 好來 因為這裡寫得很明確 是說要等特定目的消失啦 所以院長應該很清楚 我的意思是什麼 我了解 所以你一旦有訴訟 它就不符合所謂 特定目的消失的這個 對啊它就沒有消失了嘛 那它就沒有說 三個月半年或 多久的這個問題嘛 所以 插進來 因為 你所謂特定目的消失 只能夠指涉有訴訟的 但是現在主委副主委他們講的是說 我這個時間還沒有訴訟的時候 我就把它銷毀了 那訴訟在這之後出來怎麼辦 不是所以剛剛才回到原點才說 很多剛才就講過了 這個李委員剛剛才講過了 對啊這個剛剛討論過啦 剛剛李委員已經表達過啦 那唯一有進何問題的 就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啊 但是它也是寫說 個人資料搜集至特定的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 所以其實是同樣的意思 所以 我比較傾向像院長跟這個李委員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今天 譬如說跟選報法要符合不會有這個任何的問題 是不是可以改成半年 那就是說你三個月覺得你就會太短 那你可以改成半年銷毀或者是刪除 那另外一個部分我想提 你剛剛說行政院那邊有提 那我就不懂 這個 這個 這個公投法這麼重要的 你現在只出於講解案版本 那你行政院有提可以有修正 你當時為什麼不拿出來一起檢討 這個是我另外一個質疑的地方啊 不是啦 這是委員的版本我知道啊 我的意思是說 行政院這個版本在這裡 我們一起對照 對照討論 對啦 我說他沒有 因為他這裡其實很多條 但是我們今天討論的只有七條嗎 這個我們時間非常有限 我們如果基尼而且這麼一個簡單的條文 就討論這麼久 那我覺得 今天晚上我們會開到很晚 這個是可以做的 沒有什麼衝突的 院長文匯又沒有討論到 臨時會這麼長 這麼重要的一個法案 沒關係啦 我只是 我只是 委員會你就不讓我們開還委員會 每次要開兩次幫我們綁起來 沒有啊 公廳會哪裡有開 公廳會也沒有 公廳會也沒有 你們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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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 會違反 各自法的哪一條 還是什麼 你們要講 沒有的話 連署 已經 特定 他的目的就是要公投 那公投之後有 爭議 就會訴訟 那訴訟就不必消費 但是訴訟定案之後 也不是立即消費 他也是要訴訟結束 六個月才能夠消費 這個各自法第十一條規定是當事人請求要回去就要房檢一下 所以 你來特定就好了 我們是不是 那你要消費他有法律的實現 院長 不同程度的規劃 如果是根據檔案法的話 是規定至少要保留五年以上 那剛剛我們中選會的法務室是說 他們現在處理方式是根據檔案法在做 那就要保留五年以上 那但是現在我們親民黨的版本是說 這三個月後就要銷毀嘛 好 那現在所以顯然過去中選會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 那這樣子的話就好像說委員會也應該要討論 委員會都避過沒有討論 公聽會也沒有開 那現在馬上就要來我們協商 所以才出現這麼多的問題 就好像我剛剛有問的問題 怎麼樣你是客觀中立 到底過去有哪裡不客觀中立 中選會法制處的說 因為過去的案子怎樣 然後就訴訟 說是什麼搶征 什麼稅 所以訴訟 那如果是用訴訟來解決 那你現在是不用訴訟來解決 你現在直接定下來 那難道是中選會要求員兼裁判 將來中選會自己定了這個東西 就可以決定嗎 那我們寧願是 我相信很多提案人 反而希望是讓法院來做決定 這樣才能夠給他們一個公正的審判 那我隨本席是覺得說 在這個部分 其實很重要的部分 中選要不然你把施行細則也定清楚 要不然的話 你在審查的過程 你拿雞毛當令件 你今天給我定了一個說 要客觀中立 結果你就一直在對於提出來的案子 又一直在批評說 不客觀不中立 然後就一直推薦 一直推薦 那這樣子的話 你不是就是阻擋人民來提案的一個權利嗎 所以本席是覺得在這個部分 如果你們這邊一定要定出來 客觀中立什麼東西的話 那過去事實上是法院在判定 你現在自己要做判定 我覺得這萬萬不可 所以在這個部分 是不是要這樣修 本席事實上是持懷疑的態度了 是不是 過去如果說本來就沒有定這個東西 就已經可以實施 你在定了這個東西 變成你中選會要來當求員兼裁判 本席是抗議這樣子的狀況 好來請陳委員 那個 他剛說是檔案法的話 檔案法他第一條是為 健全政府機關檔案管理促進檔案開放跟運用 那你這個連署的資料 你又不可能去開放運用嗎 會嗎不會嗎 所以不能用檔案法來 對啊 你不能用檔案法來說服我們啊 所以你們應該不能躲避這個問題 因為實質上 對 實質上你的特定目的消失之後 你不可以再說你用檔案法的規範來處理嗎 檔案的文件是很少啦 檔案的文件大概都是公文書啦 那這個是連署之一次就幾百分 好幾百分的連署 這個對你們來講師傅 你如果用這個 把這種檔案的文件來處理是有一點奇怪啦 這個 李主委你是法律系的 這個當然 我們也知道可以排除 特殊的規定可以排除 但是我們現在是煩惱說齁 所謂的特定目的 所謂的特定目的 其實到現在監察院都還在 還陸陸續續的在調我們一些資料 要去調查那個資料 立法院把他六個月之後你還得更好 你就消費了啦 他要調查就要六個月內趕快調查 不要三年之後再調查三年前的這個公投案 那這個也沒有道理啊 公投的效率才兩年而已 公投案是一個 這個齁 對於公投的特別立法 那我們在這裡做一個解釋就好 因為他 成為訴訟的目的 機會是不多 那我們這裡在資料規定清楚 你的特殊目的結束以後 譬如說我們說 半年就消費 或是 由 當事人直接請求 公投去結束請求 發揮你要還給人家 這個很麻煩 這雙向的 這本來 各自法就是這樣規定的 我知道但是要說個人去請求我的連署 這中選會忙死 沒有啊就行他嘛 我知道 把他嚇你就嚇死了 對 對啦 那只要法師歸運有一個期限性的時候 那他要提起訴訟的人 他就要在這個期限裡面 去完成嘛 否則的話自己才會 自己前進去喪失嘛 沒辦法 這個不必 好 我們來處理啦 我們來處理喔 這個 那 第九條已經發言大概 其實這一條 都是文字的敘述 大家對於敘述的一些 各種不同的看法 那麼 原修正條文 大家覺得有再修正的必要 所以 民進黨黨團提出再修正動議 把它更清楚的說明清楚 包括字數 親民黨增加 如果 特定目的 消失 或 期限借滿 應以三個月 消 毀或刪除 那 有個人資料 保護法 第十一條 第三項 情形者不在此線 他也做了一個排除條款 那麼 李菁毅委員是建議改六個月 那 大家 針對 第九條 這三個重點 有沒有共識 大家同不同意 那個 主席 主席 那個剛剛我 提問的 關於客觀總理的這個部分 你要讓他定 對 所以我的建議 我具體建議是說 這個部分其實不需要提 應該刪掉 好 這是客觀總理啊 你的意思是 叫他們 不要 院長 我應該是說 去年公投法 去年 去年修正公投法 包括去年 在審議這些提案的時候 文字內容 很多公投案 被 被退了好幾次 但是 語意有更清楚嗎 沒有 我們看到很多人 在做公投投票的時候 光是那個文字 念來念去 念了很多次 有人還念老半天 念不懂 所以要展明清楚 要展明 簡明 但是去年審議的是哪一塊哪些人 是這些人 是這些人 現在對於審議的單位 大家是有意見的 那你 好 院長我們的意見就是說 現在所謂中選會的客觀中立語意 一般人我們認識的是不一樣 李委員沒關係我們不要講 來 我們在這裡協商 我來 我們在這裡協商 我們除了批判之外 也要提建議 你們的建議是什麼 建議就是把它刪掉啊 好 你們覺得客觀中立不要 還有什麼不要 中選會不是應該本來就是一個客觀中立的單位 好 好 沒關係 你們 你們就 沒關係 國民黨黨團是建議客觀中立四個字不要 是這樣子嗎 講個心這個都可以不用了啦 哪裡不用了 就是第三項第四項都可以拿 第三項第四項都拿掉 那就照原來的都一樣了啊 對 就跟原來一樣 就不需要修 所以有沒有必要修各黨制裏 所以就是本來就 剛剛說就是本來就應該要做的啦 好 我們認為要展明 我們認為要客觀中立等等包括 有些辦法應該在訂 這是我們提案的立場 我們公投已經十多年 這不是本來就應該要這樣做的嗎 這個 請客委員發言 因為有糾紛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個法定清楚 只要各位認為不要沒有關係 各黨提版本我們再 好 處理就好了嘛 這個東西不是很重點嘛 不要把它創作好 你說賣 沒關係 大家去 宴會長去處理就好了 好 那 院長 院長 今天如果在這一屆任內 我們公投法要討論第二次 那我們就不希望下次 又有因為公投法修得不好 要再來一次 當然這一次要好好討論 上一次院長 上一次公投審議委員會 在審議每一個提案 有一個委員會制 那大家對於這個委員會 事實上都不具有太多的自信跟信心 所以我可不可以請中選會說明一下 接下來審議提案的所謂的委員有哪些人 那這個 那到調文哪一個調子來討論 我們現在是在討論第九 我們哪一些人 但是有了沒有的調文 這樣子我們沒有的 我們沒有的調文 那十八次有的調文 但是我們要處理 這個 這個學商我們是針對調文來審議的 現在針對第三項第四項國民黨黨團有意見 那針對親民黨黨團提出的三個月內 或者也同意改成六個月內銷毀這一項 大家有沒有意見 你那邊有意見 好 那第九條我們就保留 來第十條 院長 你不是有意見 阿不然要怎麼處理 不是 要怎麼處理 我們大家為了要不要 為了要不要這個客觀注意 然後就在那邊炒兩個小時嗎 院長 上一次公投法討論這麼久 每一個文字也都是民進黨的版本 一個字都沒有改 這次為什麼要再弄一次 這個大家 我們這一次要處理公投法第二次的修正 到底是要把公投 環權移民修正的更清楚 還是要解決投票流程的問題 大家不是在那邊大聲就表示有道理 都有都有 不是大聲就表示有道理 來修正 學商就是要心平氣和啦 好不好 我們學商能夠心平氣和的來講 學商就是大家心平氣和的來討論 不是大聲就表示我很有道理 沒有啦 齁 我們 來 政委員 這個 要寫個客觀 重力 那表示這個主委 還不客觀不中力嗎 馬這個剛才都談過了啦 要搞清楚 要搞清楚 只要其他人說一下嗎 大家看不就不行 好 你讓我講嘛 可以讓其他人說一下嗎 好啦 政委員先講 你讓我講完嘛 好 我們連講都不講 等一下就強行通過 不是啦你們 我們針對這個題目已經講了將近一個小時了啦 院長 院長 委員會沒有討論 如果委員會沒有討論 如果委員會沒有討論 如果委員會沒有討論的話 今天就不會有問題嘛 你們委員會怎麼霸道的 到這裡還在霸道 霸道 霸道是誰霸道 是民進黨霸道 直接進負二毒欸 誰霸道 誰霸道 國民黨朋友 這一條有經過委員會嗎 第九條有經過委員會嗎 你們不讓我們唯一不讓我們審查 不讓我們開 兩屍都被你擋住 沒有辦法開 你們為了操作政治自己突然之間離開 在做副議案的時候 曾明忠跟廖國動明明兩個人都在現場 不表示異議 什麼我在場 你就是在場 那個時候你就是在場 要爛講好不好 你就是回來在現場 要爛講欸 好 第十條 第十條 我還沒講完 我還沒講完 我還沒講完欸 你講完就不行喔 我講一件名字喔 這個 我講得對啦 我講得對喔 請各位 要求其他人的文字要表示 科安公理 請各位委員 尊重主席的 權責啦 我們請來位委員講話 那也拜託 針對主文來講 針對條文講 齁 那我們也不希望離體來 請曾委員 謝謝 基本上啊 我尊重 剛剛那個 親民黨的提案 大方向我贊成 但是我要請教 法治局 有沒有把這條文練過啊 你給人看一看 祖文跟淡書會重複啊 請問在座有沒有看過 個人之下法律法 第十一條第三項 不太此現 這是淡書啊 但是他的主文跟前面 前面幾乎一樣 這上面 執行上有困難耶 是不是請法治局 表示一下意見 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拼滿版本啊 所以我大方向贊成 要問一下 法治局這樣行不行啊 你不要等一下 等一下 我跟曾委員 說明一下 這個案子是 現在剛提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就請法治局 來了解一下 剛剛才丟出來了嘛 所以好意啊 請法治局 表示一下意見啊 來 法治局說明一下 這個有沒有干戈 有沒有如曾委員講的干戈 院長還有各位委員 那個 跟各位報告一下 那有關這個 公民投票法這個第九條 這個是剛剛提出來 就是說主管機關 以本條所提提案這個名冊 其實是個人資料 去收集喔 那這個是 增定的第九項 那我們剛才看到這個 那如果說是這個 裡面所提的文件的話 那這樣 我們是法治局認為說 尊重委員的何議事決定 報告完畢 沒有困難喔 因為 我另給各位聽啊 主管機關 以本條所取的提案人 名冊 個人資料 即收集特定目的消失 那個跟十一條第三項的 前段是完全一樣喔 那你這個彈書 到時候你是用哪一個啊 局長可能要不要再確認一下 好你讓他 好 除了這個之外 那針對其他的還沒有 給他了解一下喔 齁 因為這個案子也剛提出來 我們 陳偉 你來說明 你們 因為我們這個意思是說 如果 如果 就是主管機關是需要這個 資料的話 那 所以這個 第十一條第三項 各自法第十一條第三項 就是不在此線喔 所以他沒有任何的 就是抵觸的關係喔 對啊 所以應該 所以應該 有彈書了吧 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 各自法第十一條第三項 是什麼 看一下 對啊 訴訟 請 訴訟需要的保留 當然因執行業務後 業務所必須 後勤當成同意者 不在此線喔 對啊 這個沒有辦法預測 很多沒有辦法預測啦 因為執行業務 他當時要照顧你也不知道 所以不然就未報成縮嘛 好 請法務部下表現意見 這樣行不行 好來 法務部 就是說如果 就是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是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的話 他在第十一條裡面 其實就有規定說 對於個人資料收集 如果他在特定目的 消失或期限借滿錢 應主動 或應依當事人的請求 就要去刪除 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所以如果說 如果說 如果沒有這一委員的提案的話 如果說將來的話 應該就是說 個資的部分的話 應該就是請主管機關 可能在審慎的考慮 是不是就回歸到這個個人資料保保 第十一條的第三項的規定去處理說 他這關於個資的收集 他將來如果在特定目的消失或 期限借滿的時候 該怎麼去處理 那如果說 因為委員的這個提案之後 這可能就是 是不是這樣 會成為個資法的一個特別的規定 那是不是就優先於個資法去 去適用 那可能這邊的話 可能也請主管機關要 甚至去評估 那這個規定跟個資法之間的適用關係 到底是怎麼樣 那適用優先訊息有沒有問題 好來 吳委員 所以依照法務部的講法 他這個應該的確有重複的部分 他應該是屬於個資法第十一條的特別法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是不是這樣 因為個資法 因為個資法是一個普通法 等一下 對 這個是不是特別法 所以 如果他講的三個月 這個什麼什麼 這個是特別法的話 那就是 他就直接規定 就把後面那個刪掉就好了嗎 好來 高路委員 我想如果大家認為就是這個條文上有進和的問題 不過我這裡看到的是行政院自己的版本 他自己已經提出了第二十四條之一 就是公民投票案如果經公告成立 其提案人名策連署人名策應該保管至開票後三個月 然後他第二項呢 如果是公民投票案公告不成立的話 他這個是要公告不成立後的一年兩個月 那他其實總共一二三四項 總共這一條四項 要不然就是我們重新思考就是二十四條之一 要不要整合一下納到這個第九條 我想這 如果他們寫得出第二十四條之一 應該不會有法律進和的問題 那二十四條之一就 有規範我們就照那個處理 就不必再定對這一項了嗎 因為現在 我想現在因為剛好在審這個 蔣委員的版本 那我認為說如果可以的話 就順道把這個 提案人名策跟連署人名策的保管期限定一下 好了 那保管連線本來 現在現行法就有了嘛 就不預再這樣 我們沒有修正 我們沒有提修正案嘛 那 行政院提案新增的 現行法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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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現行法沒有 我們今天是處理 處理的條文嘛 以後那個再 其實那一包再來處理就好 我們主委進入二十四條 就是 就七條而已嘛 24條之一 那自己那一部分 20條之一 未來委員會再去處理就好 不然你這一條 就到24條之一再來討論啦 對啊 應該是這樣子才對啦 有 有 有 這樣就可以了 在不在裡面 沒有啊 講千 講千 抽出幾乎二十四七個條而已 行政中的版本 這樣有二十八九條嘛 對不對 那一包還沒處理嘛 我先處理 不要急迫 我先處理 那一部分當然 小委開議的時候 工作完 還有很多委員 二十幾個版本嘛 那二十七個版本 要一處理再一處理嘛 那為什麼不一起處理啊 為什麼要這樣浪費時間 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樣浪費時間 那當然 一直處理這樣搞不完啊 不會啊 就完整的修 有急迫性的問題啊 你怎麼一下修這個一下修那個 好 那個都不論了 不管怎麼樣 今天我們照應的程序來講 就是這個七條 我們就 佛卡斯在這個七條裡面討論好了 這個 我們來 先來處理齁 第九條的部分 國民黨黨團隊 呃 再修正的動議 呃 就是主文應解明清楚客觀中立 理由書之殘民 及其立場應與主文一致 好的 就是第三項 第四項 是有意見 有保留意見嘛 是這樣子嗎 是啊 是刪除嘛 所以你們針對這個修正是有保留嘛 好來 講 江委員 主席讓那個提案人再說明一下 那 這個第九條之所以 會在這個部分針對主文喔 呃 會特別去做一些文字敘述 是因為就是去年的九合一大公投 呃 發生了一些狀況嘛 民怨自情 那當時很多的民眾 都表示 其實是對於這個公投案的 這個內容是不清楚的 題目跟內容都是搞不清楚的 認為是矛盾的 所以在一些學界有這樣的反應 所以才會在這一次的這個修正條文裡面 希望針對這個部分 特別去強調 這個主文應該解明清楚 客觀中立 理由書 知產名及其立場應與主文一致 避免自相矛盾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才會特別把這一點加進來 這個是學界跟民間普遍的反應 所以我們也在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修正條文裡面加進來 只是要強調 也提不僅是要提醒提案人或機關 也要提醒主管機關必須重視這個問題 好 其實第九條我們 大家最在意就是身份證 要不要付身份證營運本 那麼這個已經拿掉 大概大家的意見都一致啦 那只有在文字字節 我們當然希望是客觀中立 我們很多的立法 院長 院長我大概知道您的意思 但是去年這麼多的公投案 聽證小組有開會 那文修正了那麼多次 按照道理說 應該是很清楚才對 但是去年公投的結果 很多人在裡面文字念了好久 還看不懂 所以我想請中選會的主委 跟我們說明一下 他們所謂或者是聽證小組 他們所謂的清楚客觀 他的清楚客觀的標準是什麼 因為我不懂去年 送進來每一個案子都他們審過 文字也都是他們調整過 可是他們的清楚客觀 跟我們一般人的認知 好像不太一樣 所以 因為上一次我們在文會 我們沒有機會好好問清楚 這一件事情 因為 因為未來 他變得很重要 去年 可總是要最清楚 去年所有公投案 被他退了多少次 所以 我是不是 我中文可能不夠好 是不是請他們 說明一下 他們所謂的清楚客觀的意思是什麼 也讓透過直播 讓所有國人很清楚知道 以後 如果有公投案的話 文字怎麼寫 才會符合 他客觀清楚的標準 沒有人會寫 為什麼 今天退過六次 不然你問柯總 柯總要被我拜託了好多次 我還請柯總知道 中文比較好 請他來指導我 我客觀重力來講一些事情 就是說 我們已經搞一個半鐘頭 已經搞一個多鐘頭 到目前為止還在這裡繞 第九條 本來是不是要 有收入這個問題 那麼老掉 其餘都是沒有什麼爭議 各位假如說 我們連客觀重力也不要 那你就提一個案子 親民黨要什麼樣 大家提一個案子就去處理吧 我們不要在這文字上單道嘛 好不好 所以這個才是客觀重力 報告偉大的柯總召 我們今天為什麼在這邊討 我們不希望未來還有第三次公投 要再來修正一次 所以我們必須很客觀很誠實的 把去年公投每一個國人反映出來的問題 我跟你報告清楚 我有聽到人家說題目看不懂 所以 所以你應該也有聽到 不是只有我李彥秀耳朵有聽到 應該您也有聽到 所以 去年的文字 真的都是他修正過 你也非常清楚 被退了多少次 所以 這些在審的人 請他指導我們 什麼叫做客觀清楚 他也客觀清楚 跟我們的不一樣 你知道嗎 那我們今天不希望再審第三次 所以我們今天在座每一個人 都要為未來公投今天修正 要再怎麼補牆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負責任 所以這件事情很重要 一定要請他說清楚 我沒有很凶 但是要叫他說清楚 他的青錯 客觀跟你的跟我的都不一樣 沒有啦 你都倒來倒去 我倒來倒去 你今年 我不客氣講 你們樣的歷史寫得非常差 總之這應該不是您回答 我們請中選回答 就是說 以去年 我們看到的 到底算不算是 簡明清楚 客觀中立嗎 就是請中選會回答一下 題目清楚了 被他修正出來了 變成語意 搞不清楚 大家就老在你母親 現在沒有省議委員會了 你們都 你議員 我議員 我覺得 學商不是這樣子處理啦 如果大家 總之要有一個先後順序啊 主席 而且大家意見 沒有辦法一致 我們就保留啊 主席 不然你要 你一定要討論出一個結果 那大家要 就是沒有結果嘛 沒有結果怎麼辦 沒有結果就要下去 怎麼樣這一條就保留 我提建議案好不好 主席我提建議案好不好 來請管委 我希望 我提建議案 大家真的要有誠意協商 如果我提建議案 大家還認為不要不要 那很明白就是 我根本不想協商 我提一下 我們今天坐在這邊 管委我們有意見 我們坐在這邊協商這麼久 你說我沒有成議 我提建議案 我提出來的問題 也是去年發生的問題啊 因為你們都不提建議啊 來我提一個建議案 就是說 有關於大家 爭議不休 這個第三項部分 第一個 解明清楚這部分 我們可以不表 為什麼 因為字數就是一百字 也不得不解明清楚 客觀中立 如果大家認為這個概念 太不確定性 怕有字意的空間在 那我們也不踩的話 但是這一項有個重點非常重要 這也在過去的公投發生過問題 我們一定要解決的 就是剩下來的部分 所以我建議第三項我們改為 第一項 理由書之產明及其立場 應與主文一致 我認為你們再怎麼樣 這一點都必須要留下來 這個第三項的這個部分 一定要留下來 這是我的建議 這樣好不好 喔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就照你們的意思刪掉嘛 好啦 那 我們的部分 那下面這個呢 你那六個月三個月 各黨再自己自己辦 沒有啊 剛剛就講好六個月了啊 喔 六個月 剛剛是我們提的六個月 對啊 你OK嗎 他接受好了 那你們呢 那這樣就這一點就有共識啦 這一條就有共識 那那個下一項決定 我問題喔 我這個是建設性的建議喔 你用這個文字上 中選會 你到時候怎麼執行 因為 我跟各位報告 主文啊 現在這個第九 第九條的最後一項 他的主文跟蛋書啊 是大部分的重複喔 有這樣的文字嗎 我是很良性的 你問一下中選會 能不能執行 你們要看完那個 各自法的十三條 最後一項啊 對啦 其實齁 其實曾委員講的是對的啦 那我再明確建議好不好 可以解決兩位的問題 既解決了陳委員的需要 也處理了曾委員的問題 就是 主管機關一本條 取得連署名冊之個人資料 應於六個月內一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一條第三項 之規定 處理 就是說 應明定期限 然後依他處理的話 你知道這個語法嗎 要用這種語法才對啦 才會避免曾委員講的 我們這個文字 真的跟各自法 這一項的文字 之間的進合 有很大的問題 是有問題的 但是陳委員的意思 是我剛剛講的那個意思 從這裡去整理文字 你們看看 來來來幫忙一下 那個中選會 或法治局幫忙一下 就是用我那個語意表達 就對了啦 要說文字要整理出來 是不是 國務委員 因為第十一條的第三項 是要 當事人請求 停止處理或利用 但是我們這裡的原意是說 我不需要當事人請求 就是說 當你沒有任何的這個特定的目的 已經消失之後 或者沒有其他的訴訟 就大家說的訴訟 你中選會應該主動 銷毀或刪除這些資料 這是不一樣的喔 因為你第十一條的第三項是 等於中選會的立場是被動的 所以要怎麼調 我們沒有意見 但是我們想要表示的是說 中選會是應該要站在一個主動的立場 就是說 當你這一些 譬如說你已經成案了 或者公共已經結束了 那在六個月內也好 因為三個月大部分認同 六個月內 你就是要主動把它銷毀或刪除 建議來說就這樣子而已啦 中選會就是 因為我們定的法律去處理啦 對啊 因為你原來是要用個資法的第十一條第三項嘛 那我意思是說 他這個第一 第十一條第三項 是有點像 變成他是被動式的 要我請求之後他才可以刪除 那這個是說 我的原意是說 反正當你沒有使用的意義的時候 你就應該主動把它銷毀啦 那你不在此限是想排除什麼 就把它寫出來 那你原意是想排除什麼 不在此限的部分你是想排除什麼 其實 對其實是那個個資法的那個 是要排除執行業務需要 及當事人請求喔 那當事人請求不銷毀你就不銷毀嗎 所以是有這個問題啊 你這個文字確實是有這個問題啊 是說要怎麼修正我們尊重嗎 剛剛因為法治局說他們 覺得我們這樣的寫法沒有問題嘛 有問題 剛剛他說有問題 他剛剛說沒有問題嘛 所以一剛開始 沒有 剛剛就問法 剛剛法治局自己你問 不好意思 你說尊重 尊重 尊重立委的修法 不是啦 柯總知道 我們剛才一剛開始就很善意 不要再因為國民黨這樣 大家在那裡沒有原地踏步 沒有意思啦 真的啦 就是說 你有看 我們增加這個文字 我們的表達也非常的清楚 就是說你沒有任何的目的的時候 或者公投結束之後 中選會就把這些資料可以銷毀 那你說要半年內銷毀 我們也都可以同意 那就看 法治局這邊 或者是法務部或中選會 認為你什麼樣的文字是最適切的 就是往這方向努力嘛 因為你保護人民的個資是大家的共識啊 所以你大家在這裡一直吵這個 喔喔喔 第四項 主席 這個文字用詞還有其他相關事項這個是不是太寬了 其他相關事項是指什麼 這個 怎麼叫其他相關事項呢 好這樣子啦 那我來講一下 院長 好來 陳偉 我剛剛就有講 中選會的綜合業務處的官員是有提到說 目前他們是依檔案法來規定啦 我們剛剛查了一下檔案法的規定是 保管是一年到五年嘛 所以你剛剛如果說 目前如果沒有什麼法在管他們是依檔案法 不要再回溯到檔案法 這個已經剛剛就講過了 為什麼 檔案法它就不符合檔案 檔案法的意思是說 它是有效檔案的運用 它才用檔案法 它是 它是 中選會幹嘛用檔案 那他如果不用檔案法 他就沒有辦法再處理啊 沒有嘛 因為剛剛這個東西已經大家討論過一次了啦 不是 真的啦 院長我們這個已經 要說一段時間了啦 那如果大家再回頭再原地套 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說不要再回答 我的意思說不要再回答 你要聽我講完嗎 主席 你要聽我講完嗎 好來 我的意見是說 如果這樣子的話 有沒有可能 既然它提三個月 你們提六個月 那檔案法規定是一年到五年 那也可以就是一年嘛 就是用最少的 就一年啊 那你用一年的話 至少沒有違背檔案法 我這樣講他有錯嗎 李主委 李主委 李主委來 你們說明一下啦 中選會 中選會 用檔案法的啊 中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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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運用什麼 你要運用這些資料去做什麼樣的一個效益應用 剛剛不是你們說 這檔案法不只應用啦 要保存的問題 好 我們 我們請李主委說明 好不好 大家尊重一下李主委的說明 第一點要跟各位報告 就是根據親民黨團的這個修正條文前後段之間 的確會有一些矛盾的地方 也適用上會有一些困難 好 所以 所以根據剛剛有委員提議到 所謂三個月六個月的問題 而且要讓這個問題能夠順利的解決 我們提出一個建議給各位參考 好 因為這畢竟是委員的提案 那我就請這個修正的這個條文 來請問陳委主委 修正的條文齁 就是按照陳委員的一個版本 那把後段刪掉 也就是保留主管機關依本條 所取得提案的名冊之個人資料 其收集之特定目的消失 或期限屆滿時 應於三個月內消費刪除據點 這個三個月要是六個月也可以 這就對了 你不要又當那個 但書又把前面火定 這樣才對啦 這就我剛剛一開始講的 那個這樣齁 我請教 等一下等一下 我再加一句話 就是說主管機關依本條 取得連署名測之個人資料 除其他法律令有規定外 其收集之特定目的消失 或期限屆滿時 應於六個月內銷毀刪除 這樣的話就把陳委員 除其他法律令有規定外加進來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好不好 對阿第四項呢 這項 第四項翻了嗎 柯總召 第四項呢 文字用詞還有點點點及其他 第四項剛才已經討論了 那個本來字據就是要100個字 這個剛剛有說明清楚了啦 這是下面那一項 這個是第四項 那個剛剛有說明清楚了啦 最早談的就是那個 剛剛已經說明清楚了 那時候陳委員還沒來 有啦 我剛剛就 有說明嗎 沒有很清楚 沒有很清楚 剛才已經講過 相關事項已經講過了 那個解釋是很空的 阿不然要解釋怎麼樣才實際 這樣授權是不是太寬 這個沒有什麼授權的問題 這個會 你們都這樣寫啦 我們所有的法律案喔 大概每一部法律都有 相關事項有主管機關遞資 大概都有 每一個法律 你翻開來都有這一句啦 他連文字用詞 都要由主管機關定資 這個是什麼意思 可以解釋 不是啦 就是主文 那規定他怎麼寫是不是 那是幾 你要看幾其他啦 前面的 他那是主文啦 那個沒有啦 字數據算我們看得懂嗎 語法語法照大家看得懂嗎 文字用詞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文字用詞都還要讓主管機關定 是什麼文字可以用 什麼文字不能用 是這樣子嗎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嗎 就是說 比如說寫到核四這樣的字 文字可能就不能用 是嗎 我們不瞭解啊 不知道這個定義 來 你說明一下 來 中全會 文字用詞這四個字 你們是怎麼解釋 什麼文字可以用什麼文字 我們請代出財 那我們理解一下 院長跟委員報告 我們上一次有三十七個公投案 七案就直接通過了 有三十案要舉行聽證按照公投法的規定 然後十八案是補證後通過 十七案是沒有辦法 結果他不來補證 所以真正實質上只有五案 是那個沒通過 第一項是中 第三項是中 那只有兩案去訴訟 其他三案他也沒有 就沒有來 來處理了啦 第三項 那這幾個案子 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大家認為 我們是認為說 不是不是 這個 這個 因為一般人很少去 研究他的 第三項 大概都是望文生意 第一項是什麼建議 所以這文字要有客觀中立那一項 各國也是這樣 都是同樣的 那像美國 他很多州就是檢察官 首長他怎麼決定他就決定了 那我們會定一個標準 到時候會送給院裡面來備查 大家看我們這個辦法 是不是 是不是一個合理的一個辦法 因為像現在 這些 這些沒有通過的案子裡面 是有一些是文字用詞 是說因為不當啊 不以啊 對剛才我有講過 有一個是說 他是超增的稅額 要還稅盈 那我們認為 什麼叫超增呢 這個就是 國家在增 沒有什麼超增啊 這個就是 有引導 像有一些議題 他就說 我為了身體健康 減少空污等等的這些 這個有一點是 自問自答 自己提問 自己來回答 這等於 那這些是不是 是不是會讓民眾來同意 或投同意 或反對 反對票是民眾來決定啊 不是你們來替民眾 決定 什麼可以投票 什麼不能投票啊 像有一些語句 你是肯定的肯定又否定 去年就很多這種語句啦 你們通過已經有很多這種語句 連我們都看不懂 這種情況啊 會變成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是希望能定一個 這個雖然有點困難 但是我們可以參考別的國家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不用太擔心吧 如果他寫了一個很複雜的句子 很多民眾說不定就不會投啊 因為自己都不能確定自己要投什麼 那如果大部分民眾也是決定要投 那也是民權的展現嘛 這是民眾的智慧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我覺得 這個這樣子啦 這樣子齁 剛才大概我們整理了一下 各位的意見啦 那麼在第三項的部分 就依照剛才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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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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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做這樣的修正 那麼 第四項的部分 第四項大家 針對 相關事項的辦法由主管機關定資 這個就是一個法律的授權 這個授權的辦法還是要送立法院 我們平良心講 所以細則 他送來大家有意見就送委員會審查 大家還有機會來討論他所定的辦法 不是這個定了就隨便中選會怎麼做 他還是要送到立法院來備查 備查也可以改審查 所以這個法律授權在每一部法律大概都有這樣定 那麼這個能不能就照再修正動議的意見通過 那麼在親民黨的部分 我覺得主管機關以本條所取的提案的名冊個人資料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 其收集資特定目的到刪除 就是六個月然後內消費刪除就據點 後面那個就不要了啦 這樣好不好 好 好不好這樣修正 還有最後問一個問題 因為跟人民權利有關 你是講哪一項 如果機關定資如果要確定要這樣過 請問多久要定出來 因為這個牽涉的 我知道我是請問 沒關係來 大概多久你可以定出這個辦法 對啦 多久可以定出這個辦法 因為他提到文字用詞 字數計算語法 這整個跟公投提出是有關 所以多久會定出來 你們多久可以定出來 我們事實上在行政院審查的時候已經有一個草案 不是啦 他現在在講喔 你們針對第四項授權你們的辦法 你們多久能夠定出來啦 我們有草案 已經定出來了嗎 好 那你們應該 你就跟他回答 這個法案通過我們就可以 一個月還是兩個月你就講時間 三個月內沒問題啦 好 那就三個月內 三個月內可以進到立法院來 有沒有問題 他會公告啦 這種辦法 這是主委查答案的 他會送到立法院被查 對對對 好 對 好上個月內 那你做嘛你就講嘛 你就可以 寫個附帶決議嘛 好不好 好上個月內送立法院 主席如果是被查的話 那我們當然這一點就要爭論啦 如果是審查當然立法院還可以這樣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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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查 被查 然後你 查查問進來了 對啦 對啦 你們只要黨團有意見 改審查就變審查了 我們這個都很尊重啦 我們 所有的報告事項進來之後 我們 黨團就會看 啊你們 要改審查就改審查 所以這個不會有問題啦 好 這個不會有問題 好 那我們第九條我們就這樣修正通過啦 好 進入第十條 進入第十條以前 喔 進行 院長我們先到樓下去處理 延長開會時間 好不好 好 好 好那我們休息十分鐘 休息十分鐘 休息十分鐘 對啊,不是要省三天嗎?幹嘛要延長咧? 幹嘛要延長? 反正 我們要決定要延到提案 那就一案了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通知一下各党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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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